演唱 biraz深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梦打碎 才会知真假 风啸啸 雨飘摇 泪眼问 画画不答 回不到最初的年华 爱恨不过一年时差 人生落尺 如初剑刹那 愿放下苦苦的挣扎 等不到盛开的年华 思念早已纷飞天涯 刻骨铭心 耗尽了牵挂 留不住 还放不下 谈芳花 皆落下 涂过了 多少个春香 没有几次无恙 守不住 花样的 年华 这些是土三七和白吉 这两种药材混在三七当中 确实可以以假乱针 不过 倒也没有太大坏处 我想 大爷也是急于 做成这笔生意 不希望药厂的信誉 还有利益受损吧 即便如此 那也不能在药材上作假 这是我们脉咬人 应当遵守的原则 大哥这是用一种错误 来弥补另外一种错误 我不敢认同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打算怎么解决 这件事情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江老板订了这批三七 是要给部队做商药的 我好说坦说 他才答应给我三天时间 来解决这件事情 不过 从他的态度来看 他是不会轻易地 山坝干修的 实在不行 我只能请人出面调节此事 不过 即便我们这次渡过难关 我们的损失也不会消 商药 前生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要研制出一种 人人都用得起的商药 怎么了 我研究了很久 发现在三七当中 加入蒲草白桔等药材 一样可以止血 而且还能大大降低成本 只是 这些药材的比例 还没有办法确切掌握 浅生 我或许想到解决的办法了 你给我两天时间 这两天之内 别让人狠人打扰我 包括你在内 我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采薇 采薇 二爷 老太太请你过去一趟 好 我们老板说了 除非是白二爷亲自来交的 否则 他没工夫见 走吧 大爷 这词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出了馊主意 大爷也不会被二爷怪罪了 最终做决定的是我 怪不得你 我刚才在外面都听见了 二爷训斥大爷 他也太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大爷 我只是替您觉得不值 那按理说 大爷您是长子敌孙哪 那白家的一线 是属于您的 二爷抢了您的位置不说 现在还敢 还敢责罚您 也太不值好歹了 大爷 您真得长个心啊 小心二爷便本加厉 这件事情 事关白家药厂 和你大哥的名声 你最好是谨慎妥善处理 更不要忘了 前方是白家的长子嫡孙 也是你亲大哥 草薇 草薇 快开门 前生 这里交给我 去忙你的吧 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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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以求你 好 suppose 不开陈数 哪里 公园 总 鉄道 些水 百度 小丽 用 如果现在的我 能回到从前 独自在月光下 唱歌的夜晚 我想和那时的 此起聊聊天 聊当时的心愿 二爷 二爷 怎么了 不好了 江老板带人杀过来了 看样子不太好对付 大爷前两天去了林县 一直见不到人 怎么办 走 二爷 二爷 这 好 江老板 白二爷 三日期限已到 不知白二爷如何交代 如果白二爷 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我只好向官府举报 封你的铺 并且将白家卖假药的事情 公主于众 江老板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 这件事啊 就是个误会 那些药材 并非是产假的药材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和三七 存放在同一个仓库里 又和三七呢 长得有些相似 便被我新来的装护火箭 给搞错了 混在了 给江老板的括弧里 你当我三岁小孩子啊 这么简单的故事 就可以哄骗我了 既然白二爷毫无诚意 那咱们就官府剑 江老板 您息怒 事关我们白家药厂的村王 我岂敢欺埋 这事是我们的疏漏 江老板 您如此愤怒 也是理所当然 我们白家 愿意赔偿一切的损失 赔 拿什么赔 怕你赔不起 江老板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 白家药厂有个规矩 卖假药者断其手指 既然白二爷想陪尘 那我就要你条胳膊吧 等一下 采薇 江老板 您只不过是怕交不出三期 受到军队的责备 我这里倒有一个办法 可保江老板如期交货 不知江老板 能否放过我家而已 男人做生意 女人插什么嘴 江老板 如果我的办法 真的可以帮您渡过难关 您是否愿意听我说一说 好 我就听听你们 怎么个自圆其说 众所周知 三期有很多的功效 外用止血疗伤 内服强身健体 补血补身 它还可以治疗心急 头晕失眠等症状 如今冰祸四期 三期由于他的止血疗伤功效 已经成为市面上 特别紧俏的药品 停停停 这些我都知道 不用多说 可不知江老板知不知道 三期和其他药物 加工而成的伤药 虽然不像三期那样 可以补血强身 可是单就止血疗伤 这一疗效 一点也不差 更重要的是 他的价钱 比三期要便宜四成 真有这种便宜四成的 商药 有这么神吗 眼见为师 这 我来 还愣着干什么 你想看到我流血而亡啊 你想看到我流血而亡啊 真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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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板他们来了吗 已经来了 刚二爷他们在里边说话呢 太好了 把这些三期给我带进去 好嘞 好嘞 大爷您进去吧 这儿都交给我了 好 江老板 我们白家确实是有失误 但并没有人买假药 我们马上为江老板 换回三期 并赔偿您的损失 还请江老板多多尽量 不 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将我所定购的三期 换成这种商药 不知 白二爷 可否行个方便呢 当然 只要江老板您满意 不知我的方法 有没有让江老板满意呢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武一太见谅 江老板不用多礼 今日我宴请各位 预祝我们的合作成功 好 好 好 大哥 你回来了 江某就在酒楼 静候各位的大驾光临 白大爷得空也赏个脸吧 那江某就告辞了 江老板 您慢走 好好好 您别下去吧 好 好 蔡薇 我一个女人家诸多不便 一会儿的宴会我就不去了 我想去药房看一下 你先去吧 我回到哪儿看 开哥 来 坐下 大哥找到三七没有 费了不少功夫 却是找到一些 但现在看来 我这是多此一举了 怎么说是多此一举呢 大哥 采薇验制出一种伤药 在三七中混入其他的药材 同样能起到止血疗伤的效果 这样的话不但能散缓 市场上因缺少三七而带来的压力 同时还能降低价格 会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只要消息传出 肯定会有很多人向我们提货 大哥带回的三七正是及时雨啊 只没想到 还是采薇救了我们白家呀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他 从小到大 他总是能带给我们荆棘 大哥 我对外面说 是工人拿错了药材 不会再有人提假药的事 只是 还希望大哥 以后不要再做出类似的事情 白家不卖假药的祖训 不是没有道理 你们几个把这些保好 二爷不愧是二爷 这么大的一件事 就这么轻描大写的 小姐又行啊 是啊 现在咱们拥有了新的药方 以后啊 白家药厂的生意就更好做了 白家好咱们才好 是是是 二爷这个当家的 真是当之无愧啊 是啊 怎么会是二爷呢 明明是大爷千辛万苦 找回来的药方啊 温仪太 你刚才真是太威风了 一句话 就让那个嚣张跋扈的江老板 乖乖向您道歉 他那是想跟白家做长久的生意 来人 将他们俩给我抓起来 是 你们干嘛啊 把这事都谢谢了 我们做错了什么 要这样对我们的 对不住了 吴仪太 现在还不能告诉您 到时候您什么都知道 来人 把他们都蹭了带出去 来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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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怎么样 事情进展如何 现在吴仪太跟翠萍 正在出城的路上呢 帮忙啊 张妈妈 二爷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二爷 让你跑到这儿来找我 二爷 不好了 老太太派人将我家小姐和翠萍带走了 不知道带到哪儿去了 娘带走了彩薇 什么时候的事 小姐曾药厂回来以后的事 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事发当时我并不在场 还是有人看到后悄悄告诉我的 我好不容易出了门 到药厂去找你 才知道你今天在这里招呼客人 我才寻了过来 二爷 快去救救小姐吧 小姐命苦 现在能依靠的也只有你了 好 德贵 你去跟江老板说一声 说我有急事先走一步 是 张妈走 好 娘 娘 二爷来了 娘 这么大声干什么 我听见了 什么事情让一向沉稳的二爷 失去了常态啊 娘 采薇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为了采薇 采薇没做错什么 那是为何呀 二爷 是这样的 前阵子老太太请了个大师 为家里人算了命批八字 别人这都还好 独独五姨太的八字 与白家相克 特别是与老太太相克 老太太之所以常年累月的得病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大师说了 只有把采薇送进尼姑庵 才能够保住我们白家上下的平安 也能保住老太太的平安 也就是说 娘将采薇送进尼姑庵了 为了白家上下的平安 我不得不这么做 这分明是怪力乱神 如何能信 你不信我信 娘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我主意已定 当然了 如果你不把我的话 当回事了 你大可以去把她接回来 现在你是当家的 一旦你下定决心 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先生 你先回去吧 大哥 采薇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 你先回去 我来跟娘说 我来跟娘说 进去 走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可以这样回武仪太的 什么武仪太 来到这儿就不是什么武仪太了 少给我白苏 否则 有你们的好伙子吃 给我搬衣服 没事吧 来 放开我 武仪太 你不可以这儿 武仪太 把这衣服给我穿上 给我老实点 走 走 开门 开门了 我要去阿爷 开门 开门 放我出去 开门 姐姐 别喊了 没用了 武仪太 武仪太 怎么会这样 老太太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我想 我大概明白老太太 我不是在请求你 你今天之所以 能安然无恙地坐在这里 那是因为我没有为难你 你如果惹我生气的话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总之 又是我连累了 不关我姨太的事 我姨太 你都没有做错什么 我们还能回去吗 一定会的 我保证 娘 蔡薇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痛苦 为何还要为难她呢 从她小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她 她长了一双 跟她娘一样 狐媚的眼睛 就会勾引男人的魂魄 我也是因为那双眼睛 你爹对她另眼相看 虽然她只是个下人的孩子 可是你爹从小就让她 在白家自由出入 就因为这样 她从小就有了机会 接近你们两兄弟 就勾了你们两个的魂 娘 我说arden 我说明天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跟我 吵架而离家出走 碰上那场劫难 一个人在外面 吃尽了苦头 还因此丧失了 你的当家之位 现在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可是她还是不放过你 差点害你失去了名誉 都是她 你一切的苦难都是因为她 行了 娘 您别着急 别生气了 说实话这也怪不了她 这都是我的命 怎么就怪不得她了 我好不容易 现在给你说了一门好亲事 你敢说 你不是因为放不下她而拒绝吗 她不让你好过 我也不会让她好过 这辈子 她就在那个倾苦之地度过吧 娘 这是何苦呢 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你证明你已经放下她 答应马家这门亲事 跟绣方成亲 我明白了 娘 你这是在逼迫我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这 我这就找人去把采薇接回来 就算你接她回来 我也不会让她好过 我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的 都是她的错 久而久之 她就会受到所有人的厌弃 娘 那 这 也 DJ 不是 走吧 我 你 そして 我 我 你 走 你 久而去 你 太太啊 你知不知道采薇的事啊 采薇姐姐 她怎么了 这会儿没看见她 我正觉得奇怪呢 听说昨儿老太太的人 把她给带走了 您知不知道她犯了什么错呀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也叫人去清安院问过 据说是采薇的八字 和老太太相克 所以老太太要把她送出去 客八字 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这我就不知道了 梅香 您比我在老太太面前得脸 不明白的话 自己去问问 大哥 昨晚你和娘谈得怎么样 娘还是不肯放采薇 我先将她救出来再说吧 我先将她救出来再说吧 你别着急 过不了多久 采薇就会回来了 今天请你们大家过来呀 是有件喜事要宣布 前锋跟马家女儿秀芳的婚事 已经定下来了 家妻就定在下个月初吧 大哥 大哥 前锋 你大哥的婚事终于顺利定下来 我想你一定会好好祝福你大哥的吧 当然 只要大哥喜欢 我一定会祝福他的 你放心我不会娶他的 这个当家太太的位置 永远都是你的 大哥 大哥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这门亲事 你答应下来 是否和采薇的事有关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我已经想明白了 过去的事情 就应该让他过去 再说我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安定下来 而且我见过秀芳 她人挺不错的 娘也非常喜欢她 我知道娘为什么喜欢马秀芳 其实大哥 你现在已经熟悉药厂的事物 我觉得 是时候 将这当家之位交还给你了 刘芳 先生 自从我回到药厂之后 药厂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您比我更适合做这个当家 您放心 即使我娶了秀芳 这个当家之位 还是你的 有些事 你我心知肚明 不会让奸人得偿的 这次前锋的婚礼 之所以能够办得这么顺利 你的功劳不小 我不会亏待你的 能为老太太分忧解难 碧盒已经心满意足了 只可惜呀 最后不得不让采薇回来 要是能让采薇这一去 就再也进不了我们白家的门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大白天在找我干什么样 也不怕有人看见 难道我们就只能在夜晚四会吗 你别乱说话小声点 瞧你紧张那样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来这的 你找我干什么呀 得贵 我今天日子过得不好受 心里觉得委屈 想找你聊聊天 碧盒 不是我说你 如今你有了二爷 有了一辈子的依靠 衣食无忧 你还想要什么 你别忘了 咱们是昧着良心换来这一切的 别太贪心了 贪心 我贪心吗 我就想让自己过上好的日子 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也有错吗 可是老天就是跟我过不去 现在太太受我眼中钉 处处刁难我 对我动辄打骂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连个下人都不如 他打你 我骗你做什么 你去 你去随便问个下人 他们都知道 太太现在打我就像是家常便饭 我这样的日子 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别哭了 得贵 你得帮帮我 否则我还不如死了 你要我怎么帮你 现在看来 我只有怀上二爷的孩子 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你怀二爷的孩子 你找我干什么 二爷也不会听我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我不可能帮你 得贵 如果你不帮我 那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你忍心看着太太天天打我 忍心看着我天天哭泣 你忍心吗 得贵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我答应你 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不过得贵 你得快点 趁着吴仪泰不在我好动手 今天我要跟二爷出城去找吴仪泰 明天给你消息吧 嗯 谢谢你 厄得贵 我 我 给你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你不把这些经书抄完 你就别想吃饭 这是用来给老太太积服的 你要是抄不好的话呀 那就是对老太太不怀好意 你 你胡说什么呀 翠萍 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可是 这么多的经书 得抄到什么时候啊 吴依太 你都抄了老半天了 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吃 他们 他们明明就是想有意为难你 吴依太就是被带到这里了 吴依太 你看看 白家的施主就在这里 好 多谢神姑 这样就有得遭罪了 二爷 您怎么来的 开门 老太太吩咐 吴依太太修行器件 不能见任何人 前生 前生是你吗 前生 此位 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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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给我打开 老太太吩咐 前生 他 他 赵老太太 他 对不起 三尉 又让你受苦了 这不是你的错 你放心 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离开这里了 大爷是不是答应跟马家结亲了 你也认为这件事 和大哥的亲事有关 这根本就是老太太 用来逼迫大爷的手段 也只有利用你 才能威胁的老大哥 我没有别的意思 大哥的亲事定在了下月初吧 看来我要等他们成亲之后 才能回去 才会 你再忍耐一个月 我会交代主持 让他不要为难你 还有那两个婆子 我也会好好交代 亲生 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 什么事 关于新商药的药方 这件事情 你知 我知 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娘和大哥呢 包括他们 为什么 如果大哥问起 我很难不说的 再说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小人 现在大爷已经跟马家结亲 马国安的下一步 一定是千方百计让大爷当家 然后受治愈他 大哥知道马国安的为人 不会听心于他的 曾经大爷也不同意跟马家结亲 可现在还不是答应了 那是因为 我知道他是为了救我 我也并不是想挑拨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可是前生 你会希望白家家业落在马国安手里吗 当然不愿意 我绝对不会让白家百年基业 落在马国安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手里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大爷现在已经答应了 马国安的第一个条件 事情并非不是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可大爷还是妥协了 马国安现在可以逼他去马修方 以后正也可以逼他一起来反对你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 这张药方便是你跟他们对抗的本钱 用刀牙聊天 灯火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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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是谁 丘麟 是我 我是长盛 我没死 长盛 长盛 你来干什么 你不要命啊 赶紧走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是不会走的 你把门打开 让我见见你 我不会开门的 你快走 快走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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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贵 得贵 别喝 这儿 怎么样 药弄到了吗 给我吧 一半量就够了 用多了对身子不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得贵 如果我生下来的是儿子 一定要让他任你做干爹 以后好好孝顺你 走了 六姨太 去 怎么样 事情都办妥了吗 我已经按照六姨太的吩咐 把人都安排好了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动手了 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我可不想黄采薇死后 有人说是我满凶事二人 六姨太放心 我做得很隐秘 不会有人知道的 做得好 这只金镯子 是赏给你的 拿着 怎么 我们真的要杀人吗 有句话叫做先下手为强 今天我不杀了他 难道你心王看到日后 我被他活活折磨死 只有杀了黄采薇 我才能重新有到二爷的心 三爷 二爷 今晚月色不错 咱们出去走走吧 好 一半量就够了 用多了对身子不好 沈渭 为什么你总觉得对我抱歉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 苦于了寒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面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转 常听外古道边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 苦于了寒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面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转 长一回古道边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 苦于了寒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面 就算千里是封面 家里是封面 找岁连天 你geông草碧连天 ango now